大家好,我是九指玩魔阿姆 這次要介紹的是SH FIGGUNS COMMEND RIDER REVICE 與COMMEND RIDER VICE 假面騎士REVICE暴龍基因組 每年2月發售SHF新騎士已經是行之有年的慣例了 回頭看前幾年的騎士首發 死亡是SHF騎士被炒起來的開端 但當時還沒有燒得這麼嚴重 所以順順的買 比較討厭的只有武器綁機車而已 從植入腕開始問題就來了 代理商綁貨把原本很便宜的東西硬是推高到了1400塊左右的天價 畜生到不行 SEBA入手難度不高問題是出在萬代誠意上 除了塗裝閹割還有就是狗頭軍師為了省成本想出的替換手甲 所以縱觀前三年的災難大概可以簡化成 缺武器、缺貨、缺誠意這三個問題上 而REVICE靠著兩人搭檔補了武器 塗裝與手甲沒有省略 市場上的貨量也算多 可喜可賀 假面騎士REVICE內容物包含本體 替換手型 平手、爪手、握武器手各一隊而且都有手甲 今年的騎士如果沒有意外應該有很大的機會能封神 但可惜意外還是出現了 妹妹組兩個人都確診 而且勢必會影響到劇組的其他主要角色 這次劇本這麼好還搞砸的話會比01更傷 希望東櫻能穩住 而這部REVICE是騎士50周年的正式紀念作 等於是SABA被拔街了 也畢竟是紀念作所以這支能明顯看到那濃道化不開 外行人看到會感覺傻眼的東櫻神美感 粉紅配色加上裂嘴笑加上巨大腰帶玩具 這叫考驗信仰 懂嗎 不過SHF這次表現穩定值得令人高興 終於沒有在偷工減料了 而且這支眼睛的透明零件分成大範圍的粉紅色加上上方兩片小小的紫色 相當精密這點加分 粉色是帶有珍珠光的成型色 膠感與水紋不重 而塗裝部分的嘴巴質感也到位基本沒什麼缺點 雖然配色詭異但這支不像某個條碼頭大前輩全身都透露著這設計太前衛的感覺 整個身體裝甲感不重反而是少見的刻畫出了厚實的肌肉這點蠻特殊的 金屬藍的顏色質感也很不錯 胸口暴龍清晰可見 而且騎士皮套通常背後都會偷懶 所以能看到背後有個暴龍頭裝甲增添厚重感還蠻開心的 這次的腰帶是真心讚 首先他的這個印章是可以拆的 然後他的整個基座也可以像劇中一樣左右擺動 再來最酷的是這一個部分 他是真的可以像劇中一樣 轉90度再轉90度變成朝上的姿態 而且這個設計的轉法還蠻靈活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還蠻不錯的 只差別在於就是 這樣開的時候他不會跟著連動而已 腰帶是這支最屌的地方 完全沒有省略結構 硬張 塗裝沒偷懶 腰帶可玩點沒有偷懶 除了沒有連動機制跟音效外就是縮小版的變身腰帶 尤其看到那印章是完全塗裝 連底部都有印刷我差點哭了 手腳跟身體相同是由不同色塊的零件 拼裝出肌肉外觀的提格 再加上一點變身暴龍時的外觀 但塗裝穩定表面平整 也沒有油漆未乾就出場的問題 而且手指有上色 手甲一體成型 雖然不是那種很令人驚豔的商品 但QC沒問題 對現在的萬代來說 就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假面其實是VICE 內容物包含本體 替換手型 平手 爪手握 武器手各一對 而且都有手甲 組裝 槍斧 兩型態各一把 鯊魚硬張一個 這部作品至今為止 埋了很多 感覺沒什麼 但思考起來 細思極孔的伏筆 所以我很期待後續發展 尤其當所有人的惡魔 都是跟本體完全相反的個體 你跑出了一個跟主人一心同體 甚至主人傷心難過 覺得冷食 還會負責開倒餵 心靈雞湯的蒙惡魔 真的讓人越想越不對勁 不過VICE比較尷尬的地方在於 他跟一輝在外觀上 是明確的主腹設計 就是先想好 Revii的外觀 再把剩餘元素 往VICE身上堆疊 所以VICE個型態 那不明所以的 拼裝感很重 這算是缺點 而且會影響到往後所有VICE的商品 這隻是惡魔本體加上外掛主題裝甲的設計 所以裝甲上有縫線般的外觀 也是這隻看起來有趣可愛 但越想越不對勁的元素 但這顆頭倒是無庸置疑的高分 沒有因為要素過多而混雜 粉紅與銀色塗裝不搶戲 眼睛周遭的花紋 與夠亮的敷衍搭配得宜 給萬代按讚 身體大部分是原本惡魔的身體 裝甲都集中在手腳 所以會有點看起來失衡 但胸口暴龍塗裝很有立體感加分 另外VICE 樹體身上的金屬藍線條 只有身體有塗裝 沒有往下延伸到手腳 是圓皮套就這樣 而非偷工減料 但這支VICE有個很明確的問題 就是圍巾下垂的那段手感莫名其妙的很黏 容易沾灰塵這裡蠻詭異的 典型的商品不做到100分 一定要出什麼包才過癮的萬代 這支VICE其實你摸了出來就是他的這一個 膝蓋的部分 然後他的 手臂裝甲的部分 都是軟軟的 然後尾巴也是軟的 圍巾的部分也是軟的 但是唯獨這一片摸起來黏黏的 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明明是 同樣的材質 就是這一片特別黏 所以不難讓人聯想到就是 這些東西是不是往後都會變黏 這點需要關注 但是這一片一出場就變黏是一個還蠻奇怪的現象 手腳就是如之前說的縫合拼裝感很重 而且官方也不想藏這點 所有revice元素的裝甲都是縫上去的 目前為止不知道這縫合的設計是造型組自己的創意 還是往後劇情會有提到的伏筆 總之很有趣 不過這支VICE有個明確的缺點 就是就算把持槍手算進來給的手型也太少 沒有劇中ROCK的手勢 也沒有每次幹架完倒數321的手型 少了這些等於少了很多樂趣 可能要等往後商品補完了 武器雖然給了槍斧兩把 但因為玩具本身變形就不大 所以兩把武器看起來差異算小 大概就是斧頭的斧刃做的比較大 而且槍身有拉長這兩點 但槍的那把有特別設計拆合結構 所以往後應該能連動 當然塗裝細緻連槍口的惡魔也有印刷 同樣令人開心 這支還多給了鯊魚印章當完點 同樣沒有偷工減料 條碼頭大前輩都退休了 還跑出來刷存在感 比較的部分兩支除了都有粉紅色元素外 其實風格差異很大 甚至不會讓人有失同一部作品的感覺 而且兩支彼此是沒有兼用零件的 等於是兩個心魔 把玩手感也各自不同 很有趣 最後是令和三年的比較 連人氣比較高的01至今為止都還沒有善終 Saber我看連11把聖劍都腰斬了 今年大概會著重在三兄弟 楊眼跟門田的初始型態 然後火山暴龍應該是必出 其他隨緣 接下來進入可動的介紹 這一支有一個比較討厭的問題 就是他的肩膀可動不太夠 其他表現得都很好 那肩膀的問題主要是在於他的這一個肩甲 往外拉的可動幅度太小了 只有這樣 所以代表他雖然說整個 連接身體的部分是球關 但是也沒有外拉結構 那整個 肩膀上台的時候就會被 肩甲 所卡 所以他的肩膀上台不到90度 之前的騎士他的肩甲連動的設計 其實很多都已經設計的非常漂亮了 結果這一支卡住我覺得蠻可惜的 整個肩膀往前就是中規中矩的球關可動 沒有太特殊 除此之外就是王道設計 上臂平面迴旋 那手肘是二重關節沒有錯 但是因為他的這個二頭技比較 砰的關係所以可動上比較不明顯 大概90度 手腕的部分是類轉輪 但是他這一次因為把他的拳頭的材質做得比較軟 所以他拆拳頭會變得比以往的商品還好拆 這一點我覺得加分 脖子是二重球關 前的時候他的下巴會 直接凹到他的領子當中 後 但是轉頭的部分就會開始往上 而且他的這個轉頭差不多只有 到這樣子的角度 你在往旁邊轉就直接往上看 所以這一點也是稍微會卡他的可動 腹部二重關節 前 後 轉腰扭腰 這支的腹部的可動相當靈活 這點不錯 寬部式有下拉式的結構 然後單向的前跟開 平面迴旋是一個轉動還蠻大幅度的球關 所以在大腿下拉的情況之下 大腿上台的可動性差不多是90度 但是這一塊塗裝跟寬部之間會 互卡 所以在 動這塊的時候要小心會摩擦 膝蓋 二重關節還不錯 平面迴旋的話 照樣可以轉動但是就是要小心刮漆 腳踝是複合式關節 前後 旋轉 接地只有一點點 腳掌可動 再加上這隻的腳掌有點小 所以我覺得這隻的接地性不是很好 要讓他站穩 比較麻煩一點 高貴之稍微有點跑 但OK VICE的可動設計的就很好 而且比他的主人可動還好 像他的這個肩膀的部分 往外拉的可動結構就很大 然後整個肩膀上台 就可以完全到90度 內部同樣也是球關沒有外拉式 那往前的可動就是 中規中矩 上臂平面迴旋手肘二重關節 同樣因為沒有二頭肌的關係所以可動比較大 手腕部分是類轉輪 然後他的拳頭也是做得比較軟 所以塞的時候會比較好塞 脖子雖然說有這一個領巾遮罩住但是這個領巾是軟的 那前 後 轉頭 扭頭 轉頭完全不會被領巾所卡 所以這個可動性設計還不錯 腹部二重關節前 後 轉腰扭腰也是相當柔軟 寬部式 下拉式的結構然後單向前跟開 平面迴旋同樣是球關式的結構 那下拉的情況之下整個大腿往上台可以快過90度 膝蓋 二重關節 平面迴旋也同樣能轉動而且這支比較沒有摩擦刮漆的問題 腳踝是一樣的置式關節結構前 後 旋轉 接地 腳掌可動 大腿外開跟接地 接地同樣也是我覺得偏平弱 但因為膝蓋有個裝甲的關係所以這支高貴之標準 這個惠年的圍巾它是有一個 類轉輪然後連接上部的部分是一個球關 但是因為它的這個 圍巾本身的動態感沒有做好所以這個可動我覺得沒什麼意義 那尾巴的部分同樣是一個 類轉輪的結構所以可以自由轉 整個尾巴也是軟的 結論 貨量乘益價格都沒有問題所以穩定充吧 劇情目前為止也非常好看 我讓好幾個脫坑騎士許久的朋友追這步都表示大開眼界 所以很適合入坑 這次是個好的開始 所以萬代你也別想著坑玩家了 飢餓行銷又賺不到錢還回了名聲 好好把商品做好量給足大家開心不是很好嗎 以上就是本次SHF 假面騎士 Revice暴龍基因組的介紹 詳細的圖文說明請點擊下方的圖文網址 喜歡阿姆維德文章請記得訂閱阿姆維德文句部 阿姆維德文句部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旁邊 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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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B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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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ros prends不要っ wants to know この場所看到的公共央 relieve伴方法 condlogOf 為止 它們是存在地外 de公共表不可能忽生大 小秒岩維德文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